你這邊有隊服要刪一下 我只要有一個大陣 中間 neglect,做號兵還有比較固定 所以我再刪一下 然後... 那個...文獻我... 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文獻我補上去 然後... 那個...要用那個... 新的... 就是用64顆的 對...是 然後... 沒有 好 那...這個一樣就先拉好 有...有run就run啊 有關係 然後... 那...問自己說每兩腳子就一個嗎 嗯...我看一下 對...差不多 因為現在... 大概兩個半小時 可以... 目前...對 目前run9次 他溫度有沒有做到... 我看看... 這是2000K的 對...大概都在... 19... 然後... 壓力的話... 我現在沒看到負的 但...以往我今天是... 要...往後面再跑多一點 他才會出現負的 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從32變成45 對... 對... 這NVP嗎? 這個喔 對 應該沒有錯 然後300 我看一下 嗯...差不多 這個...因為這個...那時候在排隊 對 對 對 比如說 好的 好的 他從11.3.2.7變到11.3.5.7 300K 然後要看一下2000K的喔 11.328到1.1543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有 然後總共跑100步 因為他RUN一步就很久 所以那時候是直接跑100步就好 9步 所以大概24小時是10步 24小時是11步 大概2個半小時 然後就是 配方你就調整E 然後下面就有10顆 然後正調整 對 還有那個力量非常大的 那個 他的那個 最後有爪子 我有把它創出來了 變得很奇怪 對 他變得很奇怪 對 所以他力量才變很大 但 就只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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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他好像就被列為了 適合 所以就被造進去了 對 如果MT RUN完之後 他就不會電到這種 那 對 應該是 因為 我們那個 有 好過MT的話 就可以知道他那個 溫度下 後來結構套一下 會被拋散 就是等MD完之後 大家再撞DB鍵就知道 只是它那個結構 結構的話應該都會變成64 就是都要用這個 64G 64M的來跑 要不然跑不動 總共要40G 然後Berry快的我就不跑了 現在全部都跑Normal 然後下一跑 然後那時候也是1到 那這樣還要調整比例嗎 因為調整比例之後 是不是也要 跑VCMD 比如說 現在這個都是按到那個 對 就是TAPE上面的比例才去調整 但如果要調整比例的話 那這樣子 是不是等於要再跑 每一個都要再跑 VCMD 因為這樣子 照理來說才會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TAPE上的比例的話 那MD是不是用複具 差不多到120G 就會撞到50G 好 就直接撞出來 就直接來安裝 那現在每一個 都是調到64顆原子 就是讓它盡量 形成正中型的樣子 那現在就是 不同比例的 就是也要下去RUNMD 那 那就真的 全部都要用到這個 然後 TAUSE太大的 那個 那一筆就是剛剛跟老師講的那一筆 就是它 結構變很奇怪 然後被Dable進去 就不用 對對對 因為照理來說 它應該忽然被Dable進去 然後現在應該就沒收到 然後剛剛 收到去的那個Swap 是 舊的還是 那是舊的 那是舊的 那個是 會出現什麼問題 你 應該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啊 因為 你會一次用很多 VD 你會撞很多東西 你會撞很多東西 喔你是說會出現都是A層那個 是喔 是喔 是 那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